他是中国历史上和孔子同被称作完人的人 曾国藩把他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 他就是新学的开创者王阳明 日本在王阳明新学的影响下 发动了举世皆经的明智维新 摇身一变成为了世界强国 在明智维新中 前三杰和后三杰这六位重量级的人物 都是新学的门徒 现代历史中 曾经把俄国主力舰队摁在地上摩擦的日本军神 东湘平巴郎 他的身上一直带着一块腰牌 上面写着七个字 一生俯首拜扬名 当代被称为经营之神的道圣和夫 两次创业都将公司带进世界五百强 其中的秘诀就在知行合一这本书中 如果新学是圣贤功夫 那么知行合一则是俗世智慧 知行合一在学问 品德 人际交往 事业发展 个人生活方面提出极其宝贵的人生忠告 比如在现实中 我们要定期对自己进行反省 能让我们及时发现自身上的毛病 然后有意识地用行动去克服 古人曾言 欲成大事者 必读汪洋明